文章来源 政治见 中俄关系发展迎来重要时刻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5月16日至1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普京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 正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让我决定选择中国作为我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几个特殊安排 中俄元首今年首次会晤 备受全球高度关注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访问期间 两国领导人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兵关系 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据央视介绍 这次陪同普京访华的有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 俄外长拉夫罗夫 俄安全会议秘书少依谷等 今天上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在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上 除了严格按照国事访问的规格之外 也有一些细心周到的安排 第一 现场除了中国小朋友之外 在华的俄罗斯小朋友也来参加活动 这样的安排在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当中 是不多见的 第二 军乐团奏响中俄两国国歌 同时奏响迎宾曲 迎宾曲是大家熟悉的莫斯科校外的晚上 并且是以进行曲的节奏演奏的 军队团指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我们把莫斯科校外的晚上演奏的相对热情 洋溢一些不像我们以往听到的相对抒情的风格 特殊安排的背后 体现了中方对此次普京访问的高度重视 听取汇报 5月16日上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首先举行小范围会谈 随后主持大范围会谈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共同见证签署经贸 自然保护 检验检疫 媒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习近平对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 表示衷心祝贺 对他再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表示热烈欢迎 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政府间 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汇报投资 能源 经贸 东北 远东 人文 国际等领域合作情况 对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对未来合作建议表示肯定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进一步优化两国合作结构 巩固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 良好势头 打造更多人文交流亮点 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 密切地方合作 持续拉紧民心纽带 加强在联合国 加强在联合国 金川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多边平台 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作 展现国际担当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月16日 习近平同普京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强调 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显著成就 得益于双方始终做到五个坚持 坚持以相互尊重为根本 始终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动力 构建中俄互惠互利新格局 坚持以世代友好为基础 共同传递中俄友谊的火炬 坚持以战略协作为支撑 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宗旨 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 关键词 有三个关键词值得一提 第一 经贸合作 习近平提到了一组数据 去年 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 比十年前增长了近1.7倍 这是中俄两国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强调 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结构 巩固好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良好势头 支持搭建基础科学研究平台网络 持续释放前沿领域合作潜能 加强口岸和交通物流合作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5月15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永全 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到 2023年中俄贸易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个是双方贸易额突破历史记录 另一个是大量使用本币结算 他解读说 中俄务实合作是双边互利合作 不损害任何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任何别有用心的威胁与不和谐之音 都不能影响双边合作的势头 第二文化合作 习近平提到 中俄两国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 在中国家喻户晓 京剧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 也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 我同普京总统一道 将基民两年确定为中俄文化年 提出双方要举办一系列接地器 连民心有热度的文化交流活动 鼓励两国社会各界 各地方加强交往 更好促进民心相知相通 相继相亲 5月16日下午 习近平在国家大剧院 同普京出席中俄文化年 开幕世纪庆祝中俄建交 75周年专场音乐会 据央视报道 在普京的随访团中 还有一支有着105年历史的俄罗斯乐团 奥西波夫民族乐团 奥西波夫民族乐团 是俄罗斯最古老的乐团之一 也是俄罗斯的文化名片 在普京访华期间 他们将和中国同行们一起 呈现一场音乐盛宴 并由此拉开为期两年的 中俄文化年的序幕 另外 国际热点问题也是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单边独霸 阵营对抗 强权政治 威胁世界和平 和各国安全 我同土京总统一致认为 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迫赛眉睫 要切实执行联合国决议 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双方一致认为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是正确方向 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 明确的 包括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构建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 中方期待欧洲大陆 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愿继续为此 发挥建设性作用 感谢观看